哇,又來每天調教 原來那天,我調教那天不是2月2號來的 好像是2月1號來的 所以我要等它停了 然後現在才再調教那天 唉,剛才看了電話,今天是2月5號 現在4號嘛,我不用那顆刀刀的啦 直接將它向前調一天 唉,今天好像是年26 先,狂轉它一天,讓它跳回5號先 這個下午12點 我們轉到晚上12點 它跳回5號先,對了 9點開始,Danger Zone已經開啟了 Danger Zone9點開啟了 10點,11點 12點它也不轉的,這個很乾的 我記得是2點才開始轉的 你看,升旗開始轉了 這個,這個很乾的 原來,先跳升旗 先跳升旗 先跳升旗 先跳回5號 先跳回5號 但是Danger Zone還未完 這個真的要小心啊 這個 這個就是早上來的 按下去,我們要等它越過12點 下午12點,下午12點 下午12點 跟著現在是7點5 下午7點5 先看看,這次不做精準調校了 又要等收音機 等收音機有時會停了,很嚴重 7.23分 多些 先放大,7.23分 多些 先放大,7.23分 那一半 算了 差不多先生 小學教的,差不多先生 每日調校 24分 差不多了 我今天想給大家看有沒有看到 這個DAL的錶面是弧形的 它是弧形的,但它的指標是沒有做弧形的 直不甩的 所以你看到這裏呢 就來了一條縫的,很過癮的 所以你說即刻做工正 真的見仁見智啦 它又未到完美了 有條縫的 這裏呢 它是指標和盤之間 因為它的指標是直的 但是它的指標是直的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這個指標是直的 而DAL就彎 所以就來了一條縫 那些指標是直的 就要用來跟著那個DAL的 指標的 指標是直的 它的指標是正常的 燈光不夠真實 遲些讓我看看陽光下 拍不拍到一次 時錶和刀有條線 細心看 當然你用眼看就看到 現在拍出來可能光線不夠強 有條線 前後也有條線 因為它的刀是弧形的 嘩嘩嘩